現在都是珠海這邊出發 整個車程來說 我相信這條路未來香港觀眾朋友 有買到兆興的都會經常走 我們可以看到 總用線是一個小時多一點 叫做一百分鐘左右就可以到的 歡迎各位華僑城專櫃的業主 回到我們自己的家 現在我們會在九棟和十棟樓下 原來現在是車褲入口的位置 我們整個車褲有1100多個車褲 一期和二期即是原來的車褲相連 其中我們的車位是有分別水區的車位 又有我們一個叫做有充電裝的車位 現在是正常的車位 現在我Tiger 都會一個一個車位 隨便做一些車位的推薦 讓各位觀眾朋友更好地選擇 適合自己的靚仔位置 這個車位最重要就是走腳 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家有喜事頻道 收看家有喜事當然家有喜事 今期我Tiger 就會和各位觀眾朋友 來到我們這個紹興華僑城 嘯慶的華僑城的車位 終於已經是開賣的一個情況 今天這條視頻我Tiger 就會和各位觀眾朋友 來到我們每一個流動的樓下 我們看看有甚麼靚仔車位 是可以做選擇的 而且有很多現在 大家都是用的電車或需求量 更加之大 有一部分車位是有電裝的 而好像我們後面的四棟這些 基本上電車的充電裝位是比較少的了 我們要看清楚再去購買我們屬於自己的靚仔車位 從我們錄動的電梯列軌 我們可以看到錄到這邊 都是假面積的毛皮產品 我們可以看到錄到 其實它整個地面 包括牆邊 做了保護 我們來到我們的車庫位置 整個車庫其實未來都會有密碼 有密碼的 我們來看看進來的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六棟的 其實六棟這裡我們下到 一下到就會有兩個靚仔車位 1290 以及我們的1289 這兩個車位 其實這個我們六棟樓下 以及五棟 周邊就會佈滿了我們很多充電裝的車位 所以如果六棟和五棟的觀眾朋友 想找回充電裝是非常之容易 包括我們現在面前這一排 全部都是可以安裝到充電裝的 這個就是六棟的正樓 我們可以看到 我的車其實都是在我們六棟的周邊 這靚仔車位的話 我們可以看看 實際的一個成縫 現在可以看到 其實我的停台車 都停得是非常之歪的 對 但因為一個好的車位 就是十分之方便 其實向前開一退 就已經是入到自己的車位 都不會阻礙別人的 這個車位就是我們的1288號車位 我們可以看看1288號車位 這個車位就不是一個充電裝的車位 但是呢 1287 我們看看後面這個 這個就會有充電裝的 我們可以看到有充電裝的 這個情況下 如果像我們平時的家庭 是需要用到兩部車的情況下 一個大充電裝的車位 加上一個不用大充電的車位 其實反而可能會更加之好用 好 我們再看看整個空間來說 其實1287 它是一個非常值得推薦的一個車位 因為它自給這個車位之餘 還會有一個1288號在旁邊 中間這些位置就不是車位 這樣就相對同車會非常之好聽 但當然這些黃金車位 就是靠搶了 這個手快 就手快有手萬無的 我們都可以看看整個 車位的一個size情況 我就以第一視角 和各位觀眾朋友看回 現在這個車位 我們可以看回它 這個幅度的一個情況 那尺就拉到兩個對中的位置 可以看到尺錶這邊 寫著就是2.3米的一個size 我們再看回整個 車位的一個長度情況 我們一把尺都已經拉到盡的情況 然後就是有一個足足的5米長 是的 5米還要多 因為後面其實都沒有拉到盡的 但其實我們正常停台車 完全沒有問題的了 那就來到我們靚仔車位的推薦環節 我們整個車位來說 流動旁邊這些當然是靚 1290開始 1289 對 包括我現在停的1288 非常之好 這個1287 這個都會是一個靚仔位置 繞一圈這些全部靚位置 而如果是選擇我們這一排車位 其實它的價錢相對會便宜少少 但是最好就沒有選中間位置 因為兩邊如果有車停的不太標準 好像我這樣霸道少少 停歪少少 平時就不太下車的 這個情況 包括這一排其實都會有重量裝的情況 我們再繞一繞 用一個整個車位的情況 走過來我們錄動的周邊位置 中間這些車位就是一個 都差不多 不太有特別的車位 而去到我們的後面 會有什麼靚仔車位推薦呢 其實所有車位都比較 是叫做中規中規 暫時沒有看到特別靚 你看一下 好了 這個角度看回去 其實我們的1304 1303 都可以的 你看到中間它甚至還有一個軸位 方便兩邊整個車 這種不是每個車位都會有的 還有這邊 一樣的 都可以看到 這兩個車位都不錯 1306 1305 然後我們再走過來 這個1302漂亮 這個1302 它自己單單一個車位 平時好像我們在這些 調轉車頭過來 直接停入車位 都是非常方便的 以及隔壁1301 都是同樣的道理 再繼續向前走 看看這個圈裡面 是否有重點的 推薦的靚仔車位 可以的 這個我們的1300 1298 都可以了 繞一個圈 我們整個華僑城的車位比例 是去到1比1的情況下 車位是十分次充足的 但如果想要電車的 買電車觀眾朋友 其實我們的車位 就會比較少 因為整個華僑城的充電 裝車位 就僅有我們大概320個車位 而整個車位 只有1100多個車位的情況下 它的佔比 大概都是 我們的 30% 才是充電裝的車位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的1294 1293 這兩個車位 都非常之不錯 中間一樣 都會有個距離 對 會相對闊長很多 這個位置 OK 那六棟基本上 都繞了一個圈 我們再看看其他動數的情況 再看看我們五棟這個部分 五棟出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 1259 非常之漂亮的 一個位置 對 還有我們旁邊這個 看看是多少 這個是1258 都非常之好 A單元和B單元 兩邊漂亮的 黃金車位 我們正常 一條路往過來的情況 其實這一邊 盡量不要買中間位置 兩邊的位置 都是比較好的 整個車位的尺寸 絕對是停下來的 只要不開坦克 問題都不大 然後我們再看看 五棟樓下的 有沒有漂亮的車位 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會有我們消防水管 這個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正常 停台車 都不會有什麼情況 而且位置會多一點 1260 1260 其實會有很多 我們觀眾朋友 可能會喜歡露營之類 或者平時有些東西 就不想拿回家 好像買到這種車位 它旁邊會有少少空間 其實我們可以放一個工具箱 搬不走那隻 對 平時可以放一些 我們平時洗車 或者是我們要用到的東西 對 有少少位置 這些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我們可以用來利用它 OK 走一走 我們五棟這附近 會不會有靚仔車位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這裡會有一塊很大的牌 再看出去 這裡就會通回我們沿岸的路 當然沿岸車庫和湖岸車庫 其實是相連的 它會有個地方可以連過去的 繞回來後面看看 這些位置都漂亮 1261 1262 都很好停車 兩個車位 OK 再繼續轉過去 這邊 再停回後面一點 充電車位會比較多一點 對 例如像我們的 32 這個是 3200 00 多少 0014 這麼奇怪 這個是 1268 都OK 1267 1266 好 都是很漂亮的車位 都相當好停車 包括其實對面這些 近回我們牆邊的一些充電車位 其實都是非常之好的 兩個兩個這樣的孖位 停車非常之好停 那邊頭我們都看一看 反而我們正正流動到那邊 就真的很多靚仔車位選了 好像現在任體這些 停車都是非常之好停的 好 我們還會有 另外一個角度 另外一邊的車位 推薦 剛才說到就是通回我們湖岸的一個車位 其實這裡就會是湖岸和沿岸的一個沿接的一個道路 樓上這邊就會是馬路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看這一片的車位 對 這一片的車位 其實眨眼看下去 好像沒有太大問題 正常 我們現在走的 就是我們未來走斜的路徑 走過來 其實中間這些車位 都不會有太大問題 我們可以看看兩個邊位 對 這兩個需要注意一點 我們現在就會走到這個盡頭的位置 這個1250號 和我們這個1248號 兩個車位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 平時如果我們整個車 是車頭才進入的 進到這個位置 我們不可能退進來 再轉回來這個車位的時候 其實不是十分之好轉 如果旁邊有同一個車的情況下 以後就是1250 雖然看得到前面這個位置是無停車位的 但正常如果我們轉進來 或者旁邊的車停得過分一點點 這個位置不是十分之好入 所以要注意一下 四棟的樓下這個位置 我們都可以見得到 其實現在都是凹凹凹的 其實附近這些車位 全部都是無充電裝的 但其實停車會非常之好停 如果是要建議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一隻 尖尖道的位置是非常之好 1、2、3、2號車位 我們可以記住 這個車位是側著停的 首先我們這部車 平時開進來的時候 向前開一點點 然後退回才進來 便可以進入自己的車位 然後它旁邊便沒有其他車位 一個座檔 還有一個儲位 平時甚至誇張 這個車位是平得到兩部車的 一後面都沒有車位的位置 我們再看看 如果是最近的充電裝位置 會在哪裏呢 如果四棟的觀眾朋友 有需求用到電車的 它的充電裝位置最近的車位 就會去到接近四棟和五棟之間的位置 就會從這個車位開始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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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等 這一排黃色的車位 全部都是可以充電的 我們再看看這一邊 其實都會在三個位置一起 今天和各位觀眾朋友 就來看了我們湖岸這邊 四棟、五棟、六棟樓下這些 我們的車位情況 我相信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買了我們這個華僑城單位 應該都會用得到車位 因為整個車位的需求度 雖然是一比一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很多業主 其實會選幾個車位 所以如果有看對的車位 其實都需要盡快樂手 現在其實都會有我們港車北上 澳車北上等一系列的一個政策 的一個落實 未來我相信很快都可以實行得到 都很期待和各位觀眾朋友 可以在我們這麼美麗的 兆慶新區 見上一面 而我們今天 雖然只看了四棟、五棟、六棟樓下的 我們的帥仔車位 其實其他單元 都會有帥仔車位的介紹 通過下方一張圖片 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我們 邵慶新區的 邵慶華僑城帥仔車位 當然 除了我們四棟、五棟、六棟樓下的帥仔車位 的情況看到 其實我們還會有 其他流動數的帥仔車位的推薦號碼 我們看回整個圖片 我們這個 有顏色的部分 就是有充電狀的車位 我相信 很多觀眾朋友 未來對電車的需求量 一定會更加之大 這個電車車位的推薦 以及我們平時的私家車位的推薦 就如上圖 十分感謝各位觀眾朋友 長久以來對我們加油起事的支持 今期的節目時間有限 我們下部節目再見 拜拜 歡迎各位觀眾收聽我們加油起事頻道 如果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可以現在訂閱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影片